走进客房没有华丽奢侈的装潢 也没有化妆粥还有家具 有的是留给前往住宿游客的休闲空间 简约的风格又带点复古的气息 充分利用多余的空间 满满的舒适感 是这间民宿业者一开始的构想 基本上我们觉得客人来第一个 我们要觉得 要让他觉得这个房间是很明亮的 所以进来你不会觉得有压迫感 基本上我们连天花板都没有 超高的 对对 连天花板都没有订 然后用矮子去拉电线 那我们就尽量把空间还给客人 让客人觉得说他住在这里很舒服 然后我们的床垫 几乎来住过的客人都说 你们这床真的好舒服 待在房间里宽敞的空间 隔着大大的落地窗 走到阳台仿佛置身在咖啡雅座 可以尽情地放松心情 疏解压力 虽然民宿坐落在市中心 却能够欣赏到田野风光 而夏季还可以看到绿油油的稻田 到了收割的季节 还可以看到一整片油材花田 让人心晃神移 可是都看出去都有绿色的稻田很舒服 好棒喔 而且它会有油材花开的时候更漂亮 哇 为了要让每一位前往住宿的游客 都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 房间里里外外都整理得相当清洁 而住宿的游客总是会跟老板娘说 在自己的家中也许要穿室内拖鞋 而来到这里光着脚丫走都非常的舒服 除此之外最特别的莫过于正面涂鸦墙了 因为业者的父母都是学校的老师 所以学校的黑板也成了设计的构想之一 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因为我看到里面有黑板跟白板 对对对 他说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所以他想要弄这一面涂鸦墙 做一个纪念吧 还是什么一个发想 看到整面墙上满满的留言和可爱的涂鸦 透露出每个住宿的游客 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忘不了最美的回忆 而当然这也是业者要与大家分享这个家的经营理念 也是他们最骄傲的收获 东台新闻正会如林婉珍台东市报道